We will be stars Got you back 兄弟們神級冰箱 Peace up 這一個冰箱你給幾分 我喝不到我給一分 我喝想吧 來擦 這是咖啡枕豆的海膜 你猜得出它是用什麼雞酒 等下給你再講一杯好不好 開始吧 感覺他媽媽在考試 是今晚要加班的味道 這像不像你加班的時候吐的血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猛 哈哈哈哈 這個好可愛吧 今天我是卡斯 歡迎來到今天的 辦公室調酒 之前有個朋友跟我講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是索菲亞的故事 索菲亞說他在美國那份工作的時候 如果要加班他的老闆就會拿出一瓶 特基拉來然後跟他一人喝一個帥 回到主題那所以今天的辦公室調酒 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呢 第一個提神嘛 一般都是像咖啡啊茶啊這類的 酒量不好的人他到底是會醉還是會提神呢 酒量不好去小洋辦公室 第二個就是耐喝 放著一直他都會好喝的 第三個要好出酒 那他會以這種premix的形式出現 那我介紹一下今天大概會有什麼酒 茉莉花茶金湯粒 咖啡枕豆的highball 咖啡negroni 還有這個洛神花蜂蜜龍舌蘭 黑加輪汁 各種茶類的highball 只要你喜歡的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用到幾個技法 就是長輪浸泡啦 就是你家裡有更多的設備的話 你可以做低微慢煮 這樣他效率會更高一點 好Lego我們先講一下premix的定義吧 正規的酒吧裡面 一晚上那個點單量最高峰的時候 是9點到11點 這就是打仗的時候了 你要以怎麼樣的效率 才能一小時出150杯酒呢 一定要預先調好 那你出酒的時候 就可以簡單的shake 然後簡單的stir 那premix在辦公室裡 你如果要做個六七款酒 你可能只用忙活一個多小時 你就可以備足可能一team人 兩team人三個星期的任務 很多人問關於酒的存放的東西 有些人說像味美絲百利甜 這種東西 一定要兩個月三個月內喝完 在我們實際看來 我們也有超過半年的 對的你想有那些味美絲的時候 有那些家鄉型葡萄酒的時候 都還沒有一個穩定的制冷技術 那歐洲有那麼多發酵酒 那他放了一個星期就不能喝了嗎 那我們先做幾個備料 咖啡跟茶的專題嗎 我們來選一下你喜歡的茶吧 來挑茶 你要喝哪個 阿薩姆吧 咖啡選哪個 敘利亞吧 因為我不確定他能不能喝 你看這個是泡了一個咖啡枕豆的 可以吧 泡了什麼東西啊 這泡的是板林台 你們一開始用的酒的話 可以先用便宜的 便宜夠用 南麥卡倫泡不一定有這味 我們會做一款這個洛神花 因為洛神花裡面自帶這個天然的酸味 我們就不用人工去擠檸檬汁 而且它比較好放 而且它的酸會很好用 我最近不想炸檸檬汁 我在想它的代替瓶鮮的時候 非常棒 拿出這種就非常劣質的小秤秤 我們看看有多少 這一包全放下去了 這裡呢就有43克的粉 24的8 那我們剛好大概放800的酒 那我們這一瓶750全部放下去剛剛好 在做浸泡的時候 你可以記住一個比例 1比10 固體物1 然後90 那你要想哦 如果它表面積比較大 像這種顆粒型 或者像茶葉這一種 建議你從1比20開始 還有一個原則就是 建議你把它做濃一點 到時候如果太濃了 你可以補一點金酒進去 那之前我們有講過 茶的浸泡啊 先熱水浴過一次 就是醒一下茶 其實也可以 這一種就比較簡單 而本質上它也可以低溫 它也可以冷泡 條條鄉村小路通羅馬 其實你是可以根據不同地方的習俗來的 台灣有的地方喜歡喝冷泡茶 在處理一些台灣茶論的話 你可以用冷泡 功夫茶它一定要非常非常燙去喝 那你就可以用它當地的做法去做 放一邊 第二個我們要做一個咖啡的金巴力 這個也是之前做過的 我們會用20克的粉 20克對應一支金巴力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在想 如果你看到你的同事在辦公室做這種配料 你會不會覺得它是神經病 我們蓋個保鮮膜 讓它酒精不要跑掉 先試一下 兩個就一邊玩去 這兩個東西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這兩個過濾一下 那粉末比較細的話 我們要用到這個咖啡綠糊 看出來紅紅的 我的味道 哇 好重 這點時間都不能浪費 因為這個在重底 我們還是要攪拌一下 茶葉的會好綠的 茶葉會好綠一點 所以我們只用一個出綠的就可以了 你看到沒有 顏色都在下面 你講到你那個也要綠一下 對 我都不行了 咖啡加茶啊 這杯就是鴛鴦 可以吧 嗚 好那我們這個阿薩姆精油也給它 顧慮出來 好像魚子醬啊 你來看 它下面不會有渣子嗎 如果有的話 你就用咖啡綠子精綠就好 然後最後這一點不要壓 怕它會苦澀 其實最好還是你用嘴巴去試一試 它是不是你想要的 這樣 我剛想開黃槍了 我忍住了 算了別說了別說了 OK 你憋得好辛苦 是的 好那我們來個Kino Tea的瓶子 嗯 洗了不用洗了是我喜歡的 那個茶葉 真的還不夠不用洗 這顏色我就覺得它好喝 你們要寫上用料 43克阿薩姆 750KODEN 然後寫上日期 不要到時候拿了幾個星期前的那瓶來喝 這個燙好能放多久啊 我覺得啊 味道好不好 是三個月內的事情 它很烈啊 它43度的金酒 阿薩姆金酒 咱們誰塞地 喉筒吸 既然做好了 那我們就先出第一杯酒 NICE 我再等你這句話 Niavi 特別絕對好喝 金糖衣不能燒是吧 金啊 別加了 視頻安全了 抖音我說到幾條at 餐廳不能賣有金箔的東西 誰at你啊 觀眾啊 因為你想加金箔 好吧好吧 請你們量子金箔吧 不是我不想加 注意視頻安全 替大家試試讀 給我喝點 每次出味道呢 再來一口 我看一下是不是琳卡 沒說就是琳卡 琳卡調酒 沒說就是琳卡 我們之前也做過綠茶的 但是我今天在想 我們既然泡茶 為什麼不是泡枸杞 更辦公室呢 不是 老闆看到我在喝 我怎麼解釋 我放保溫杯 你看看 對阿 對阿 他還保溫這多好 小天才 這邊過濾完的金巴利 這一個配方 非常的值得推敲 這麼說吧 你可以做你一個roni嘛 對吧 Campari 味美絲跟金酒 如果你喜歡喝americano的話 那就是金巴利 跟味美絲做成一瓶 然後你拿出來的時候 在家裡蘇打 這三個在一起 咖啡金巴利 紅味美絲 跟蘇打水 他就是americano 我想咖啡多一點 只要做好這幾個配方 你是可以隨意打 你都全部出來了 它漏了 它可能裂了 我該聽 哪裏啊 一整條都裂了 啊 竊子們投個幣吧 啊 你太 你找人機會偏僻 你去剛剛找塊台 好像是我剛才放冰塊的時候 那就 出光一點吧 一起倒 加點料 這個東西真的很提神 苦精神很提神 你最喜歡的辦公室最喜歡的 買個高級的Nigroni 我們用添加力10號 成本爆表啦 我以為是也很貴啊 我跟你講 我 這杯叫500Nigroni 100的9 200的9 200的9 破感 我們就取名叫白領Nigroni 打工人的找CYA的感覺 對對對 添加力10號我們要多少呢 重一點吧 會美絲 OK 這就是我想要的量 只要你圓得快 你就不會覺得我再冒險 現在240 OK 我們用這個來做 咖啡Nigroni的Premix 不要用水洗瓶 稍稍潤一下 幫我倒一下 倒 我倒到下杯裡面自己乾了吧 我去比較節約的白領 請把勤儉持家摳出來 我真的給他起濃血的白領Nigroni 我真的給他起濃血的白領Nigroni 好 那你讓他充分混和一下 你們是更想要一瓶小還是更想要一瓶我的白領Nigroni 這就是我想要的量 因為47.3度的添加力實在太強勢了 就像是霸道難排 其實如果你覺得太甜 你不點那個乾味美食也是可以的 哦 我們怎麼又開了一瓶 那瓶乾的不好 哎 你想想說你不是要開的嗎 別裝了 被你識破了 好接下來這一個是我們要做低溫的 那他會被放進一個那個低溫的袋子 該為止叫低溫啊 但是他的正確名字應該是低溫慢煮 法文叫Sophie 那這個低溫呢是相對於高溫而言的低溫啊 100是高溫 560度是低溫 先選一個你喜歡的威士忌吧 能怕你哪一個 呃 能 但之前沒做過我怕翻車 支持 搞伴子試試 支持 支持 支持就支持 這一次還是沒開過的 請這麼來仔細聽這一聲響 這是你兩個硬幣換來的 好 我們先確定我們要做多少 做半瓶吧 300毫升的話 小羊哥哥的比例啊 小羊哥哥會做1比10 在整豆裡面其實也很高了 做700毫升的話 你要用70克豆 基本上你看整一包東西都是豆子 那我們也就做個1比10吧 因為他表面積也沒有很大 然後我們也想快速脆一下 長溫的話我是推薦一瓶20克 然後泡一整天或者兩整天 你看到這一個就是我今天做的 把靈潭跟豆子 你看他豆子很多 因為我在想說是低溫他的速度怎麼樣 我能想到你為什麼說 泰斯卡風暴做這個 因為其實泰斯卡10年做還會很好 對啊 我就突然想到 而且我們身上沒有泰斯卡的 好我們也是做這個1比10 27克的洛神花那我們就加270的Omega 你看到沒有他已經很容易出色了 看 他很出色 他很出色 在家裡的話你可以買一個這種家用的真空機 其實你平常拿來就抽乾一些食物 真空機 對 做芋條菜也是一樣 對對對 我們家喜歡做那個五香牛腩 那五香牛腩 你就拿這麼來真空一下 動硬就可以拿去送給親戚了 送給鄰居 是不是一個好好的 對啊 當時我們要把薯條吃了 也可以把它打包送給不同的親戚 對 是不是早就想吃它了 薯條下16斤應該能分很多家 如果你沒有這個真空機的話 其實你常溫浸泡也可以 只不過它的效率就沒那麼快 那像剛才說的這個枕豆泡的話 我們可以然後泡一整天 然後這洛神花可能會快一點 就算它個6小時 你看它現在已經紅紅了 然後你們來看一下我會怎麼吸它 要把你現在水吸進去嗎 對 它因為它是家用的它沒有很好用 所以我只能手動 並且不把它抽那麼真空 不然的話它就會把我的汁液給吸走 現在再給你封口是吧 這一包就搞定了 那這一包 怎麼樣 無法炮製 拜拜 60度兩個小時 已經開好了 已經開好了 2小時後 它基本不怎麼透了 看到沒有 手指在這裡看不到了 然後這邊的話 兩個小時可能差不多 一個小時風味會稍差一點 如果低溫你們可以嘗試兩個小時 如果常溫浸泡就隔天 也就是24小時 這時候要充分發揮你的 無感 那這一個算是 我們今天做的 稍不如意 咖啡味不夠腫 整豆還是要多點時間 60度兩個小時呢 也會滿足 哇 好燙 好燙 燙啊 燙到60度 你洗澡才多少度 比你洗澡水大 奇妙比喻 那我們做出來 有了九筍之後 大概是220的初九 然後你們可以定量算一下 大概要多少 30萬應該是 30萬 好30萬 然後你們要試一下 好燙啊 這個叫什麼 清新的藥香 跟黑胡椒的味道 嗯 好喝 Try try 用你的感官 還可以吧 搞多一點 搞多一點 你嚐出來 再來一點 再來一點 哈哈 秘血韌清啊你在 OK了吧 有點葵花多了 是有點愉悅的酸甜嗎 沒想到這個花 泡起來這麼酸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一個 百負裡面 喝百負 黏黏負 那做完這個基底之後 兩個好玩的方法 第一個拿出來 直接shake 先在這邊倒 倒大概45 這個顏色好看嗎 好看 然後這邊也倒進去 大概60 一樣的酒啊 因為它酸甜已經是調好了 這邊加上黑加倫汁 這是我一個新買的 20塊的shake 可以 可以 你猜這個多少 可以吃 -5 看到沒有 -4.9 因為我最近試了很多次 它發展出了一個藥香 加點吸辣進去會更好喝 你試一下吧 就是它現在是 這樣的話是一杯 HIGHBALL吧 可以這麼算 我是一個不愛喝龍舌蘭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這一杯是我最近做過 自己很引以為豪的一杯 龍舌蘭調酒 你喝一下嗎 很大 超級大 然後你喝一下這個酸酒 這就是個龍舌蘭 露神花酸嗎 你加了這麼多蜂蜜 居然還偏酸 這龍舌蘭是有多酸 超級酸 我們想的辦公室調酒吧 咖啡跟茶之外 還要有一部分喝果汁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咖啡因炸彈 喝點果汁也挺好的 但是是有酒精的果汁 好 那這是我剛才就做好的 但是它看起來有點過脆了 但沒關係 那我對於這個酒的那個想法 就是剛剛好 在HIGHBALL的基礎上 喝到一點咖啡的烘焙的香氣 這就夠了 我們拿出來粗粗的過濾一下就可以了 咖啡HIGHBALL 咖啡整豆HIGHBALL 你看啊 做出來就是要這一種 它不是那種黑色的 你只是想在基礎的HIGHBALL 這麼一杯經典調酒的基礎上 能喝到烈酒風味 再加上一點你喜歡的咖啡風味 能讓你喝一下就夠了 我都預測了你的表情了 哇操這杯過脆了好好喝 你喝了跟我一模一樣的表情 大口一點 過脆了真的 你這杯酒是什麼場景 是你吃完午飯之後一點半 你那杯午飯可能吃的有一點飽 然後你想喝一個東西輕鬆一下 並且給你下午的漫漫旅途 注入一點點能量 因為我經常都在吃完午飯之後 想點奶茶 是的 我越來越是想去開那個 雞尾酒那個外面奶茶店了 所以你今天是一個早上廣告了 不接受投資啊 我這個一定會發財的 沒有我的份嗎 沒有 爸說我會給你錢用 然後你給我們店做推廣嗎 好吧 唉 拍了我們三四個小時 搞出四瓶Premise 你把這四瓶東西往你冰箱一放 它就是一個滿級冰箱 這四個包裝也滿唬人 哈哈 然後你再配一點果汁 配一點瓶裝的茶 或者是美式拿鐵這些 你這個冰箱就是一個外賣冰箱車 就可以推出去了 好啦這一期我是真的想教會你們 如何快速簡單出一杯好喝的調酒 這就是今天的所有內容 如果你還有對這種辦公室調酒感進去 你們可以喝一杯 只是這個系列統稱為辦公室調酒 主要是因為它出酒比較方便 那鐵資能能能跟你商量的事 忙活了好久了 可不可以點個讚 再把硬幣交了 不要忘記評論影片和Customer看 評論影片我是Customer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